众所周知,世界上有两个德州 一个德州生产扒鸡,一个德州生产BBQ 在德州,只要你能想得到的肉类 都可以出现在豪爽的德州人民的烧烤炉里 但要说起最有名的,还要熟烤牛肉 牛胸肉作为德州大块烤肉的代表 跟高档餐厅里摆盘精致的内野牛排完全不同 牛胸肉本身并不是什么高级食材 属于牛身上比较平价易得的部位 通常被厚厚的脂肪层覆盖着 肉质纤维也比较粗大 非常容易被烤得又干又柴 然而,正是这种平价的大块牛肉 却被德州人用高超的烧烤技巧 烤出了入口即化的风味 以山核桃木或橡木作为熏烤的原料 选取5公斤以上厚度均匀的牛胸肉 用盐,胡椒,辣椒粉,黄芥末粉等 制成简单的调味料 直接涂抹在大块牛肉表面 然后放在烤架上制烤 虽然用明火,但火候的控制和木料的选择都很关键 烘烤过程中,还要时不时往牛肉表面喷洒牛肉汤 用烤架的油,用烤架的牛肉 还要用锡纸包裹住 然后再次放进炉子里烘烤 这样可以锁住牛肉中的水分 烤出多汁的效果 木料燃烧出层层浓烟 劈啪作响 经过数个小时的你来我往 反复烘烤 等到牛肉内部的温度达到95度左右 就可以得到一块充满烟火气的烤牛肉 不过千万不要被这黑乎乎的外表欺骗了 用长刀切开牛肉焦黑的外壳后 用手轻轻一压 丰润的肉汁立即从牛肉纤维中流淌而下 接着把牛胸肉切成半指宽的厚片 你会发现外层的牛油能看到深色的熏烤层 红亮色则的肉质是如此的鲜嫩诱人 德州的烤肉总是有着豪迈的灵魂 顶上是一层烤的略为焦糊的外皮 烟熏味浓厚的如同陈年威士忌一般 渗入到肉汁内部 但这透彻的烟火气不正是德州烤肉 独特的迷人魅力吗 植物的香气随着火焰覆盖在牛肉表面 把香气牢牢嵌入牛肉纤维里 吃上一口 醇厚的肉香疯狂地充斥着整个味蕾 鲜嫩多汁的肉丝混合着香气扑鼻的牛油 融化在舌尖两侧 仔细回味 至于下难悠长的烟熏味道 和迷人肉香带来的前所未有的满足感